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欢迎收看广东话说德国 上一集说了关于在德国工作之后 可以申请永久居留即永居的身份 今集集中火力讲解如何由蓝卡变成永居 如果你还未看上一集 可以留意这一条影片的最后 我会放一条连续给大家 究竟什么是蓝卡呢 蓝卡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 就是一种得权 可能你就会问 如何才可以得到蓝卡呢 其实蓝卡的要求都是很简单的 首先第一 你的学历是需要学士学位以上的课程 不一定要是德国的大学毕业 只要你的大学是在德国受到供应 就可以了 在下面我的视频简介里有一条连续 你可以进去看看你的大学和你的学位 受不受到德国供应 第二就是你的工作是要和你的学历是相等的 还有你的年薪是要达到五万六千欧元以上 但是在以下这几个人才缺失的工种里面 你的年薪要求就可以大大地降低 例如这几个人 需要四万多千欧元一年 就已经可以得到蓝卡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 可以继续留意我的影片 我就可以继续讲更多关于这方面的知识 好了 你已经得到蓝卡之后 你如何申请永居呢 很简单 就是你要给33个月以上的法定退休保险 这个退休保险将来都可以保障你 拿回你的退休金 你的得与程度需要有A1以上 其实就是一个很basic的level 但如果你的得与程度去到B1的话 你的退休保险呢 那就不需要给33个月才可以申请永居 21个月就已经可以了 那相对之下 你识得问的话 那就可以大大地减少你去拿永居的时间了 还有就是你需要了解这一道德国的法律 和这一道社会保障之类的东西 最后最后就是你的工作是会持续下去 还有你有足够的财政能力 可以去支付自己个人 或者是家人的生计 还有一个很稳定的家人地址 好了 以上这些资讯呢 其实就是紧觉想做参考的 有很多的情况呢 亦都可以令你更加快得到永居 只要去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那我就会讲更加多 关于不同的身份 如何得到永居的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关于德国生活 或者其他移民的心得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板写下你的问题 好了 如果你有兴趣继续看下去的话 这里有两个影片是推荐给你 那你就可以更加容易了解这个德国的生活 点击进去看看 好 我们下次再见